大家好 今天是5月13日星期一 今天有講講北水 北水雖然沒有了即時的報導 但是每天結完市之後都是有的 上星期五北水有勁流入 4月26日都有勁流入 之後就低了一點 這裏有勁流入 這裏的勁流入原因就在於什麼呢 當然就是說 這裏就是全阿爺會把一個在國內人士 在香港買股票所賺到的東西 是不需要交雙重稅 因此就應該是可以有到大致上 就是有到這個盈利的能力多了 其實一個最重要的東西就是說 這裏真正實現了一件事 由1993年開始以來 市場上的一個憧憬 當時1993年開始以來 1994年開始以來 青島啤梨香港上市 之後就有其他A股進來上市 當時的人都認為 是有一個情況 A股是可以同價的 即是說 是不會有的價差 後來出現了價差 原因是什麼呢 除了匯率上面有的價差之外 還有一件事 就是因為這個稅收方面 你的不同 因此 來這個香港買股票時 是抽了兩重稅 因此那些人就沒什麼興趣了 就回去這個國內 買A股算數了 現在又不是了 可以有到大家可以同一個稅率 那出現什麼呢 很多人就說 可以省了多少稅 其實不是這個問題 我自己個人看 既然如果是兩隻股票 都是那個 稅務支出相弱的話 以前因為的稅務支出 你買港股 是 多了的 而被壓低了的H股 他們應該會升回去 跟A股同價 那這一點 大家應該去看 就是H股的價差 當然 要看股票有沒有派息 如果股票都沒有派息的話 就沒有意義了 有派息 而有H股價差是大的 就應該要考慮 是找這個 一直以來 唯一一隻是 這個是H股 高於A股的股價 就是平保 2318 近年因為 國內是A股市場的低迷 平保的投資收益受到影響 因此 就拋了下來 如果不是的話 平保的股價一直都是高於A股 香港的 那現在呢 大家要看看 可以來看這件事 這樣就是 北水的資金流入的時 5月10日你看到 資金流入的時 其實這裏多了很多起 176 那 再跟著這裏 廣告說 會跌了下來的 那現在應該要開始慢慢 它應該會咬上去的 那 再其次呢 就應該要看看 最近5日 那個 和之前5日 港股的對比 中國銀行 23 這個中國銀行 應該是 香港那一隻 一直是這個什麼的 農業銀行 一直都是比 北水買得比較多的 中魚道也是 那麼 回風有些是沽出 就這樣 那再其次我看看 今天的板塊裏面 由於受到 星期五的刺激 今天的板塊 都是有 大半板塊 是上升的 那麼這個大件事 上升之中 就會找得到 零售 是升高了 紫和林業 這個一直都是 這一兩個 這兩個禮拜 都是 起前十的 綜合企業 就這個什麼 就是 都是 今天沒有 這兩個禮拜 標了上來 中標珠寶 今天 就升了很多 這個禮拜升了很多 這個公育市方面 都是一直會好的 為什麼呢 高息 那麼我們看看 零售方面 很多都是很 挨握股 就是 少了一元的 其他的 時之中 就是這些 由於小銀元升幅 息了一毫子 都升了 30% 40% 因此 就拉動了 整個板塊 這個好像表現很好 其實不是一定 真的是這樣的 那麼再其次呢 就是我們看到 是紫和林業 紫和林業 現在都是 大隻 是李文 楊光 這樣 是這個 九龍子業 都未見得到 不過由於這個 哇 這個是升了一點點的時之中 大動作 升了兩個仙 因此整個板塊 打下來 因此不是整個板塊 做得很好 綜合企業方面的時之中 就找得到了 這些是有一點點 真正可以上升的 是真正比較實在的 因為有些大牛龜在那裡 那麼再其次呢 我們找到是中標珠寶 中標珠寶又是普遍地 是又升得到好的 因為升得很平均 雖然很多都是小的 那麼在這點裡面 公用事業就不用說了 公用事業就一般來說 這些都是比較上面 是有實質的升幅 所以這也是需要留意的 講完這裏之後 就看看個股方面 個股方面 若明生物 基本上就是因為 會怕著會受到打壓 因此也是表現不好 建設銀行 今天就會有些是壓力起 因為上個禮拜升得太多 看看個別的股 就是這個期指方面 期指方面 上個星期五 升了很多 今天都是這樣 應該理論上 去到今天下午收市 那個的成交可以 拍得住昨天 或者是超越的 這個是值得 需要留意 資金繼續留入 也都因此 可以考慮 就是這個 這個期指 可以上網 挑戰到 192 至190之間 這樣去到這個位置 應該估計是要 是有些回調 是要做這個 消霸的了 那麼 下隻股票 下隻 今天可以落葉股票 一隻中興通訊 你看得到 有些人 我會搞定 我會這種